針對這一次的世界客家博覽會 那清發局規劃了很多的消費活動 可以讓民眾滿載而歸 有哪些活動呢 現在就請局長來跟大家說明 先講比較 剛提到一個事情就是 金融的流動會帶動經濟的發展 那剛剛我也跟那個 聊了一下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金融越流動 經濟越發展 其實我們就會有更多的收入 所以我們就辦了一些 刺激金融流動的活動 那為什麼說要先做一個鋪陳呢 就是其實我們經發局 在整個今年度有辦了一個 大規模的叫做 桃園大放購的活動 那這個大放購裡面有一個軸向的 就是針對於世界客家博覽 我們叫購似克博 這個購就是 GEO那個購之外也是購物的購 購似克博 購似克博 在購似克博中 我們怎麼樣來吸發那個經濟的活動 就是那個金融旅遊動呢 第一個我們有一個就是福袋的活動 好康福袋的活動 在現場你只要買超過消費超過500元 每超過500元 就可以去抽獎得到一個福袋 那福袋裡面有什麼產品呢 大家就可以去 就是福袋嘛 大家就帶著期待去 這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好客等度1加1的活動 什麼叫1加1 我們希望這個針科博這個活動呢 是可以跟整個桃園經濟 做某種程度結合的 所以1加1的意思是這樣 第一個1 是如果你有在桃園地區 有任何消費的票券 什麼叫消費的票券 比如說在桃園地區消費的發票 發票 在桃園地區電影票根 或者你搭高鐵來桃園的票 這叫1 再加1是什麼 你到我們那個 好客等路的這個伴手禮區 做了一個採購 就1加1了嘛 好 你就可以去抽獎 那抽獎的最大項目呢 是一個YAMAHA的電動機車 喔 這麼好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就用這種 帶著一些誘因的刺激的方式 希望說大家可以在 我們在整個斯克伯的那個 商市集裡面 商圈裡面 大家盡量來採購 這是我們在斯克伯的 購斯克伯的部分 那民眾他們要去的話 再選購 因為東西太多 琳瑯滿目 對 教授你是建議大家是怎麼去 就是選擇 要怎麼去逛會比較好 好 整個斯克伯的大結構是有展覽區 就是我在 我講主展場 主展場在249站那邊 有所謂展覽區 有所謂世界館 台灣館之外 剛剛講了六大市集 對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如果早上剛到的時候 可以先到展覽館區 是 然後休息 你從展覽館出來 要休息的時間 可以到這六大市集走一走 尤其是剛剛提到的美食市集是可以吃客家產品的 最後你要離開 再去展覽館去參觀 然後最後你要離開 就可以到我們的好客等路那邊 去買你要的販售裡回家 所以很多樣的選擇可以供觀眾朋友們去做選擇 對 就不用走太快 我們就慢慢逛慢慢走 玩一整天不是問題 是 那局長 你在經濟發展局這邊 有預估這一次的我們世界客家博覽會 那可以為桃園帶來哪些商機 然後他在商機的成長的估算當中 你們有沒有做一個估算 有 這樣子 我們先看 想怎麼樣把四克伯的人潮 是 也帶到我們桃園的商圈 是 這就是桃園的商機 對 因為我們希望的是不只四克伯那邊 都能拿到幾百萬的來賓之外 我們希望這些來賓也可以到我們商圈去 所以除了剛剛講的那個 好客等路1加1之外 是 我們也設計了另外一個活動的方式 希望把四克伯的人潮帶到商圈去 怎麼樣呢 我們有超過500家的我們叫特約商店 是 所以特約商店怎麼樣呢 只要你帶著在四克伯消費的票據 憑據 就是發票 你到了那個 我們500家的那個商圈商店去的話 你就會得到一些優惠 譬如說呢 你的餐點可以打個折啊 或者說送個小禮物啊等等等等的 這樣我們用這種方式 希望把四克伯的人潮也帶到商圈去 那當然呢 我們也很謝謝我們交通局所提供的交通的運輸服務 讓每個商圈都方便的到達之外呢 我們也在商圈裡面辦了一系列的 就配合了四克伯這個過程 每個商圈都辦了一些活動 那這些活動呢 都希望把四克伯的人潮帶過去 所以這個是整個非常大的一個商圈 對桃園來講 不管是商圈 不管是旅館業等等等等 都是很大的一個商圈 對 剛剛局長有講到 就是這一次的四克伯是不是在旅館業的住宿 房率是不是有成長 因為大家都會來 我們可以講到這一塊嗎 這樣子 這我們有跟官吏局去合作 其實我們跟官吏局合作這一段呢 也有所謂抽獎活動 就是如果你在四克伯的期間 你到我們一些我們合約的 市政府鼓勵的旅館去住宿的話 也是可以抽大獎 那最大獎是汽車 最大獎是汽車喔 那比YAMAHA還要大呢 這個就是一種希望你留在桃園 住宿桃園 刺激桃園的消費 所以就是這一次的流通率 除了就是我們旅宿業者也成長 其實也帶動周邊的商機 沒錯 周邊的一些像OLED啊 百貨啊 或一些商家 聽說就是生意也是 越來越好 非常棒 其實這個根據觀察 就是也做了一些訪問 四哥伯從8月10號到現在 已經快一個月了 他們的確有反應說 生意有變好 有生意有變好 對 那有沒有就是 聽說也有外縣市的一些 就來這邊取金 就看一下桃園 為什麼這一次 可以帶動這麼大 這麼放的一個商機 市長他們也利用這個機會 他們也來了解我們桃園 是怎麼樣運用四克活的這種 全台人潮聚集的一個機會 再把人潮帶到全桃園的 每個商圈的旅館區 每個風景區去 我們從北部最多 北部最多 譬如說從雙北 台北 新北 他們是屬都會區 都會的客家聚集 聚落 像我們桃園 新竹 苗栗 就屬於聚落型的 其實台中 甚至台南 高雄 美濃 屏東都有 就是客家族群的縣市 都有來我們桃園 台東都有 對 就是我們桃園這邊取金 對對對 因為我們桃園這次好像也很多 就是新竹苗栗這一區塊的 一個客家美食來這邊擺攤 有有有 像我剛提到的苗栗的那個 美食也在我們這邊擺攤 對 所以也想要 想要吃新竹苗栗的客家美食的朋友 也不用跑這麼遠 我們就來到這個世界客家博覽會 就可以品嘗到我們台北 新北跟新竹苗栗 都可以品嘗這些客家美食 然後要怎麼玩呢 剛剛局長也講那麼多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